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北方有暖气 你要真狗二 你不是说你自己爽了就结束了 一定是传递企业的拨准目标 通过老板的回答判断 你的价值观 谁更认同 这样你去了才舒服 没有关系 你就要做真实的自己 初学就是跟着我妈妈去打工 特别感谢我爸妈 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 吃得苦中苦 方能体会别样人生 如果你被别人错误地认定为 干过某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会怎么办 如果他这样认定你的话 你没有必要去解释 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 就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 我希望一笑了之 只罢莫于自修 因为道人是非者 必为是非之人 我想跟各位老板讲 其实很需要 像素华这样的员工 踏踏实实地在本职工作的 刘总今天是这样 这是赌气的行为 不要把他当真了 我这儿呢 绝对不是心血来潮 给他这个价格 是 转角起来 不要弄下再次咖啡 激情登场 难掩背后真相 信任难得 不可随意挥霍 你是来自于董勇的顾湘 对 听说你找了一个七仙女 对啊 一尽钟情呗 那9800怎么来的 对啊 怎么开的呢 你不是老板吗 我是老板啊 但是我公司是叫个别人 在打你啊 你一番话下来三个版本 你只要想到他们 你也不应该撒谎 我是农民导演李立涛 拍电影 做导演 是我 儿时至今的梦想和理想 扎根农村的草根导演 布满现状 寻求更大舞台 红楼有20多万吧 那有回报吗 卖门票吗 目前没有 对一定要与导演和导演助理相关 对 其他的不考虑 对 我做演员呢 如果说能够实现导演梦的话 我也可以牺牲你去做 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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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你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配合什么 配合什么 请问我老公怎么了 配合什么呀 配合什么呀 气场太强了 这老师 你像小偷 这里是大型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非女莫属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吴雷 来 谢谢大家 请坐 非女莫属 由港容真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 非女莫属 港容真蛋糕 好吃不上火 报名非女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 有箱非女莫属的全评 2010 at 126.com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 我们的二维码下载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 我是兔蕾 欢迎所有来的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热烈的掌声 送给十二位老板 来 我们有请 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的朋友觉得 我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 然后很直爽的一个姑娘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心若向阳 无畏悲伤 太阳给人的感觉就是 温暖 正能量 积极向上的 所以我希望 我成为那样的人 我希望自己 可以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 带给大家所有的温暖 包括照亮我前方的路 福利老师你好 在座的十二位boss 你们好 以及三位观察员老师好 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正如我的名字一样 我希望自己 可以像每天出生的太阳 充满一种正能量 带给你们所有人温暖 今年23岁的我 毕业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舞蹈编导专业 人称二姐 大家好 我来自于 华夏文明的摇篮 山西林坟 在大学期间 我曾经参加过很多次 关于主持和朗诵的 比赛以及活动 曾经在我们学校的 广播电台 担任过播音员 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 就是编写能力 和学习能力很强 我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 总体来讲 都是关于艺术门类的 所以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自己可以寻求一份 关于传媒类的工作 具体是活动策划 或者是活动执行 谢谢大家 你说你二是吧 是有点二 我有一句名言叫二是可爱的 装二是可耻的 你不是装二吧 那我装了二十多年 好辛苦呀 二的话其实 正确的解读 它应该就是开心果的意思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扁语词 看来你的确挺二的 你大学都做过些什么呀 大一的时候很喜欢播音这块东西 然后就进了广播电台 去当播音员 也写过稿子 也编辑过音乐 做得很杂 然后也主持过 包括晚会呀 班级的小型的聚会呀 或者是会议之类的 正式的也有 会议积极分子了 可以这么说 你今天应聘的是活动策划 与执行工作 对 做过活动策划吗 具体的这个我确实没有做过 没做过 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熟悉舞台 而且我觉得我的组织能力挺强的 我的编辑能力也不错 策划我觉得得动脑子 我不想做一个不动脑子的人 二的人想动脑子也挺难的 做过别的什么 我这上面写你做过销售 对 做过电话销售 当时实习的时候做过电话销售 天天就是打电话 当时我的业绩还不错 一天打多少个 300个 当时的话一般老员工都是 15单差不多吧 我当时第一天去的19单 那你就做销售吧 但是我并不喜欢那样 为什么 因为整天照着画术 我不喜欢那样私办 所以你喜欢展现自己 对 你要求薪酬多少 我要求薪酬是6000家 不低于6000 对 你是一定要在北京工作吗 也不是得看城市 但我最希望还是北京 得看城市 那除了北京 还有哪些城市有可能呢 不要南方 为什么不要南方 不打好 有什么事你当面跟我说可以 你不要背后给我嚼舌根子 没劲 今天要是没应聘成功 你会打我吗 当然不会啦 我这么喜欢您 是吧 我的天哪 站在他身边还有点剩的话 活动策划和执行工作 非活动不可了 别的都不考虑 不不不 不是不是 你还考虑什么工作岗位 我觉得我这么多才多艺 不用可惜了 什么叫可惜了 用怎么用 就是用到点上嘛 就是跳舞啊 唱歌啊什么的 还是这个以活动策划 和活动执行这为主 你有自己意向的企业吗 我最想去楼市集团 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是个帅哥吗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为什么他能够 把你用在点上呢 因为我据了解的时候 他有很 就是在那个新媒体这块 很注重 他是想做新媒体营销 对吧 就是 跟这个领域相关的 对 就跟这个领域相关的 跟传媒 跟媒体有关的 行吧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景资料 这些呢 都是我的一些剧照 第一个就是 当时在广播电台 有跳舞的 然后下面是朗诵的 然后第二个是 当时毕业晚会 我是我们班 唯一一个展示 邀功的 因为当时可能这个 我这块比较优秀一些吧 然后下面剩下三张 都是各种类型的舞蹈 有瓦族 东北秧歌 还有爵士 然后这些都是我参加了一些 客余的活动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现出来 好吧 就这么一个女生 看着有点儿 但是非常的天真烂漫 她到底能够适合什么岗位呢 来第一轮选择 薛火力 天生我有才 陈浩为什么把他给灭了 因为你南方是有岗位的 这个他这个职位求的意向 传媒类 传媒是个行业 对吧 里头有很多工作种类 所以首先你肯定没有清晰的智商规划 你只是想进入某一个行业 你刚才这个表现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基本符合这个行业的素养 只有一个外在条件 那企业就要花六千给你买单 还要把你培训出来 对吧 我觉得企业成本有点不合理了 那我们就看看他的才艺 到底怎么样 好吗 谢谢 詞曲 李宗盛 无数谁终得灭爱 虽也千虽也静 柔情似谁爱共吻 为下光风吹杀了 而爱万岁千生 总是情 我是你任天主角 白云天 白云地 但后一三岁共作坠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真实视频不是这样的 但是唱出来以后 总是觉得刚开始还好 到后边的时候 哇 我居然忘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舞蹈比唱歌好 舞蹈也不好 也不好 这舞蹈是你自己编舞的吗 对 昨天 你编舞的理念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编 讲一讲 听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音乐 我觉得很适合跳舞 我学的毕竟是民族舞 然后爵士这点 我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但是那个音乐我觉得很适合 然后所以当时就结合了一下 然后就编了一些动作 你想展现 你想传递什么 对 或者你这个舞蹈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中心思想就是要相信自己 中心思想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可是那个 就是我跳得爽就行了 不过 虚同我发现 所以你看我这会儿必须要点评一下 所以很多人描向活动策划活动执行 往往活动策划活动执行 在企业里是目标导向特别强的一个岗位 你不是说你自己爽了就结束了 一定是传递企业的某种目标 一定是传递企业的某种营销目的 所以你的表达说自己爽了 那我们是最可怕的 我觉得从你的描述来讲 从策划角度来讲 你没跟这个职场结合 对吧 你哪怕说我要展现一个 现代职场的紧张节奏 对吧 以及如何凸显自信 对吧 从传达的角度来讲 你也没传达出这种情感 所以如果说你来应聘的是 跟传媒相关的 你的才艺跟这就有点搭不上边了 对 本来你自己是学着编导 然后你在这个场上来表演 这样一个舞蹈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按道理你要来应聘策划方面的话 这个节目你应该好好准备 是给你加分的 所以我们很关心你背后 有什么思路啊 怎么的 他们好像对这个 并不是很感兴趣 我感觉我做的这一点 好像有点失败 我们来回答一档职场考题 来 到了月底已经是囊中羞涩 这个时候朋友会约你出去玩 你会选择 A 车到山前必有路 先去玩 B 用我没有钱了一口拒绝 C 看能否借到钱 再考虑是否应约 这样的情况出现过没有 出现过 你是选择哪一个当初 我当时选择是C 看能否借到钱 对 为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个选项 车到山前必有路先去玩 按理来说以我的性格会选择这个 但是的话我还会考虑到 如果说我到时候去了以后 没路呢 如果没有路的话 我怎么能先去玩到痛快了呢 我心里会有芥蒂呀 会担心这个东西 因为我没有钱了一口回绝 首先我觉得这样 首先一口回绝 这四个字就不太好 如果我选的话 我会选B 有就花 没有就不花 没有我就不花就完了 关键你是去玩 这个玩这件事情呢 又没有那么重要 你有钱再去玩吗 比如说你要非要找个理由 说这个玩对我特别重要 我还要借钱去玩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我认为我会选A 我在想起我在出国留学的时候 几乎天天是脑中羞涩的时候 我们曾经用56欧元 游览了八个国家 就是你相信你总能找到路 对 其实这是能考察你是否能到时候 到那个点上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实这种题回答本身 没有说对错的问题 而是关键是这个背后 我们讲处理问题时 它把什么放在了第一位 但实际上如果说从企业角度来讲 我们要看 不同的企业价值观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头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通过老板的回答判断 你的价值观谁更认同 这样你去了才舒服 你想去楼市集团是吧 所以你关键要看看 袁总是什么价值观 袁总你会选哪个 我会选第一个 因为我们一般年轻人 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反正先去玩了再说 我刚才也有一个观点 就是如果说 又选择B的话 有的时候往往是一种 暗示性的 就是我没钱了 你们能不能够 就是把这事给贪了 所以有的时候 会在年轻群体当中 让朋友觉得你很假 好嘛 看来你们的价值观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是吧 行 虚同上场之后 他表现的性格很有张力 然后呢也很开朗 性格挺好 对 性格很好 很愿意表现自己 但是人的性格 其实应该有厚度 从某些角度来看 你在性格里面 是有一些焦虑成分在的 而且相当高的 像嘉勇回答的 他是比较乐观的 遇到困难 遇到问题 他会很乐观地 面对和解决 你可能焦虑因素 会更多一点 所以他这个活动策划 还能不能干 或者说有什么 调整的空间没有 有这样的素质 但是稍微稚嫩了一些 虚同我一直在观察 我建议你真的要 稍微修饰一下 第一个 你的抗压力 是绝对不够的 陈浩第一次灭灯 然后说了你几句之后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都不断地 气息就是很不平稳 这也很 这也能理解 因为毕竟年轻嘛 我觉得第一个 抗压力稍微调整一下 第二个 说实话 大家给你出了一些的提问 可能让你 满满的信心来 可能有信心有被打击 没有关系 你就要做真实的自己 我常常说一句话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叫做真感情就是好文章 如果你记住这句话 可能接下来 你的面试会更好 谢谢 他就是有点自嗨 但是如果在 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像庞百艳所说的 多多地思考 有人带 或许还是有出路的 来 第二轮选自区 还有四盏灯 来 我来问一下袁卓 我以为你会选择他的呀 我觉得那个系统 我们也登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呢 就像刚才陈浩总说的 传媒类它是一个行业 我觉得你在这个行业认知上面并不清楚 你没有在前面做好这些行业 这个准备工作 我们楼市集团的话呢 它是传媒类这个行业里面 重度垂直领域的一个分支是传播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在活动执行这一块工作 我们公司只有在深圳才有 所以在北京地区 我不能给到你这样的职位 然后很感谢你会欣赏我们 谢谢 这很遗憾 如果说今天你不是只选择北方 南方如果也考虑的话 会有更多的机会 来 我们听一下他们的职位是什么 来 我们从刘春华开始 我们那个市场部很可能和你这个要求 就是传媒类的 就是自媒体还有传统媒体的这个沟通 还有设计啊最后的执行 给你提供一个岗位 就叫市场助理吧 在青岛啊 青岛应该是北方的啊 青岛是吧 对对 好 谢谢 我认为你的性格可出性是很强 所以我愿意给你我们在北京的品课 你做里边的活动执行 东方英集团总部的市场专员的职位 活动方面还需要有人带你 但是你有潜质 职务就是活动策划助理 那从助理开始做起 你可能会策划我们的老婆不在家 这档栏目做助理 然后再来呢 我们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女性的产品叫负离子卫生巾 我们也有很多女性的线下的活动 也要做活动的策划跟执行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的 谢谢 四位老板讲完了以后 就我个人经验啊 我觉得其实周老师那地儿 有可能会适合你 你可以考虑考虑 周老师的地方 其他的三位的我觉得 可能都不太适合你 供你参考啊 不是我想我想问一下 这位这个点评专家 就是我们三位不适合的原因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这个是一个误导啊 因为我是真心的关爱他 我给他提个建议 不是真心是看不到的 周老师 你们能不能不辩论啊 我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专家 能够非常显著的说 不怕得罪人的情况下 说我觉得你适合那个岗 未必正确 但是我挺赞赏这种态度 不应该只有说 哪个企业不适合你 因为只要给你这个平台的话 它符合你的价值观的话 我认为呢 就应该去选择 因为呢你现在还没有 这个选择的权利 最好的方法是试验一下 四盏灯当中 你自己做选择 去吧 再面一展 会是刘家勇吗 好我们有请周思敏刘家勇 谈钱不上感情 五千加 六千加 请问这是正式录用的 还是试用的呀 试用期 你呢 对 试用期 好的 对这样的薪酬你满意吗 我满意 好 来 把另外施展灯都亮起来 好 来 有哪位老板的薪酬可以超过六千 有没有 没人出价 来贾君 六千八 六千八 有没有高过于六千八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七千 有没有高过于七千的 有没有 你笑他脸上那高兴劲啊 独秒 好 好 来 把另外施展灯灭了 这 这个是根据什么呢 给那么多钱 我正在问呢 你可以呀 你回来之后你学会出价了你啊 我觉得呢 一开始这个小姑娘啊 从舞蹈 从各个方面 呃 表现出她的自信 真实 如果这个舞蹈取一个名字的话 我认为就要真实 跳得非常的这个不好 但是呢 我觉得她敢跳 啥意思 她敢跳就证明她敢什么 她其实非常真诚和开朗 我现在呢 就非常需要这样的 就是开朗的 善于给别人打开心肺 能够交流的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当然需要人带 刚才这几个 这个专家也都说了 所以我 刘总 刘总 刘总你需要的开朗的人有的是 你给他什么样的职位啊 对啊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很开朗 都敢上来跳啊 这是不一样的 为啥呢 幼儿园小朋友还需要很多年培养 他就在这站着 来来来来 刷等刷等 一开始你们俩矛盾最大 他非常愤慨 你为什么不推荐他 对啊 这会儿他出了七千 你如何解释他的行为 刘总今天是这样 这是赌气的行为 不要把他当真了 当我表明说 四家公司里头 我推荐你去周老师那家公司时 其他另外两位 都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 刘老师的这个 你发现了吗 针锋相对的特性 马上就出来了 你想想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老板 你琢磨琢磨 但是针锋相对 我是对你好啊 对不对 我这绝对不是心血来潮给他这个价格 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毕业都没有给这么多钱 这是绝对对口的招聘对象 都到不了这个工资 我实在是不理解这种招聘行为 所以呢 他所在的学校 他的专业和他这个院校毕业这个等级 平均市场供应价是4000 已经很合理了 还一个问题 你溢价超过50%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说白了 这个岗位的话呢 它是一个叫试用岗位 是三个月对吧 7000块钱的三个月 我是愿意出的 我觉得我愿赌一下 而且还有问题呢 我觉得他赌的有值 我当时挺惊讶的 我当时在心里想 我说他是真的很看重我 这个工资呢 我呢 是想干什么的 有时候也是想来试探他 看他是否呢 真的是这个能够改变 如果是能改变的话呢 我真是愿意待他啊 这样的话就证明他还是 可塑性比较强 柔性也比较足的 来 接下来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是否愿意让这位 出价7000的刘春华老板 来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我给你10秒钟时间考虑 开始 你的答案是 不用了 不用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关台阳老师刚才也说了 我可能跟您的那个 价值观可能确实不太一样 就嫌他老呗 不是 不是我我我价值观 你让他说完 你让他说完 第二 第二是因为 我更符合于礼仪 还有传媒这方面 你觉得更适合他那个企业 对 所以你拒绝了他 对 不是你说这个价值观的话 是什么 我哪和你这个 人家也能看清楚 对 我觉得 今天我倒没有做秀的意思 我真的想想想想 春华 就这个行为就代表了价值观的严重不一样 是吗 真的 其实找工作 找老板 找老板 真的就跟找对象似的 如果性格要不大的话 真没法处 好 把它灯灭了 最后十秒钟考虑一下 去哪一家企业好吗 来 十秒钟 思敏文化 福能集团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思敏文化 去吧 五八 首先你得明确一个目标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其次的时候 就是要抓重点 不要原理物理的 讲那么多的废话 其实根本就没用 我接下来就打算 在思敏文化好好干 嗯 就是好好干 下载五八同城客户端 马上体验万能的五八 初三就辍学了 这两年期间 都是在工厂里面做工 之前呢 我是一个非常敏腾 也不敢大声说话 也没有任何主见的一个人 到学校里面 就是很奋发图强 什么事情的话 就想着去成长自己 锻炼自己 遇到的问题 困难会越来越多 但是每次遇到 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 这不是最坏的结果 董素华女26岁安徽人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设计专专业 大家好 我叫董素华 来自于乔超话头的故乡 安徽省博州市 今年六月份 毕业于湖南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 大学期间做过四年班长 三年辅导员助理 一年大学生就业创业 促进协会会长 大学期间 得过三十九份证书 六枚奖牌 去过十五个省份 起过川藏线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求的一份总经理助理 和市场运营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土力老师 土力老师 你的建议 谢谢 土力老师给大家 一件小东西 送给我的 土力老师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太阳强烈 水波温柔 海子山 这是我骑行川藏线 到西藏 然后到拉萨 就是每一个明信片 我都自己戳了张 代表祝福的张 你骑到海子山的时候 想到了我 不是 我觉得让我想到了海子 然后让我想到了你 你想到了海子 一名伟大的士 对 就面朝大海 是很热烈 是很温柔 谢谢 还有送给谁的 各位老板的 我能多看看写给她们 是什么样的寄语吗 可以 我来看看啊 就是三维儿车啊 下面是老板的 旁白燕老师 哎呦旁白了燕老师的 这就多了啊 可白色 可橘红 可花色 就如您 可严肃 可温暖 可丰富绚丽 对你评价非常值得 亚唐控股的杨派 就一句话 湖南是个好地方 大道具姐 跟杨洪没关系 大道具姐 你太棒了 我喜欢你 因为我是 大学是在湖南读的 真的是我 没有语言 去形容湖南这个地方 所以湖南是个好地 优胜教育的陈浩 学堂与教堂 一样的神圣 因为我送你的 是一张教堂的明星片 学堂与教堂 学堂与教堂 明明有下眼 天堂与地律 只有一步之遥 你这张嘴啊 拿去送给他们吧 这个我自己都行 谢谢啊 谢谢 把自己从西藏 带回来的明星片 作为纪念的珍藏的 给各位老板带了过来 也表达了一个自己的诚意 我还给观众朋友们带了礼物 给观众朋友们还带了 赶紧赶紧 这个是我在西藏的时候 住了一家客栈 他们那里有星夜菩提 这是我自己穿的小手串 哦 送给他们吧 看到哪边的观众 比较热烈一点 哈哈 这里一个 这里 来 美女们一个 这里 这里又一个 那边也一个 你看都是女人多会做人 她面面俱到啊 董素华今年26岁 为什么今年才毕业 初中的时候上完初三 初学了两年 初学去干嘛了 初学就是跟着我妈妈去打工 去浙江台住的一个工厂 所以其实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 是吧 对 就你一个吗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你老几 二 怎么就哭了呢 都能骑行穿葬线的人 怎么就哭了呢 没有 因为我觉得 特别感谢我爸妈 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 所以我呢也就想多努力一点 然后早点为他们分担一些负担 那后来怎么又 然后做了两年之后呢 我就可能也慢慢大了吧 也懂一点事了 我就觉得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后我就想继续回去读书 想读大学 然后改变自己的 以后的一个人生轨迹 那是你母亲吗 来 把麦给母亲啊 在我们家里 她都是很勇敢的 很勇敢 在外边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她都要 就是说 她自己解决 不跟我们说 这女儿不错 对啊 她为了分难 我的那个就是说 怕我作难 我条件不好 四个人还供应不起 你希望她去哪个期 随便她 我不干涉 请坐 请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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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妈妈 你刚才说你骑穿脏线 你为什么会选择一条这样的艰难的道路 骑穿脏线 首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运动的人 还有一个呢就是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西藏梦 我就是想趁着自己毕业这段时间 没有生活压力 也没有就业的压力 就想趁着这段时间去走一遭 但是呢 如果是像他们一样开车的话 我觉得太快 然后步行太慢 所以我就选择了七行这样的一条路 一呢是也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 二呢就是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毅力 和在路途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的一个应对能力 你遭遇了什么呢 可以说是遭遇生死 刚到藏区的时候 就碰到前面的路给路迹给断了 然后它方迷石流的话 是一路上都有的 明知道前面有可能随时出现塌方 泥石流这些情况 我们还是坚持的走那条路 抓紧的过去 因为怕后面下雨还是会塌方 听工作人员说 你还写了遗书是吧 对 因为 遗书带了吗 没有 因为回来之后我就把它给烧了 为什么要写遗书 因为一路上的话真的很危险 但是我又怕父母担心 不敢跟他们说有多危险 那你遗书里面交代了什么 交代了我 让我妈放心 就是 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 就是说 不好意思 你没有对自己的遗产进行一些分割吗 有 我跟我妈说 我说没事 我们就不去做或者是逃避对不对 我之所以给老板说我的这些旅行的经历呢 主要是想表达的是我个人的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还有就是自己在个人素养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比较独立 比如说比较坚强有毅力 比较能够独自完成一些事情 来把她的证书拿上来看一下 谢谢 这里呢就是我获得过运动里的奖项 就是有我打篮球 网球 排球 乒乓球 羽毛球 这里呢就是我获得的十家班长 十家班长我们十一个班 全年级一共就两个 我是第一个获得十家班长的 这个呢就是国家立志奖学金的荣誉证书 我在校四年呢是获得三年的国家立志奖学金 一共也只有三次 这个呢是我被评为湖南科技学院三好学生标兵 这个呢就是我大学第一次获得三八红旗省的荣誉称号 这个车票是什么 车票的话就是我大学期间去过的一些地方 我喜欢把我去过的地方看到的风景都给它保存下来 所以就演成了这样一个习惯 我所有的东西都保存着呢 你来今天应聘的是助理类和市场类的运营工作是吧 对 要求薪酬多少 六千 六千 有地域的限制吗 地域的话不限 最好在上海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大家对你印象都非常好很喜欢 来 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猜 来 把给董素华准备的职场考题拿出来 如果你被别人错误的认定为干过某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会怎么办 A 找这些乱说的人对质来指责他们 B 同样捏造莫须有的事夹在对方身上 C 置之一笑不去理睬 让时间证明自己的清白 D 要求组织上调查以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会选C 置之一笑不去理睬 很大度啊 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这样认定你的话 你没有必要去解释 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 那万一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污蔑和损失呢 我可能还是会选C 还忍哪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人身上 看来他是个很豁达的人 来 老板们会选择哪一个 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要求我的下属就是D 第一时间把这个事要说一下 因为你已经被人误解了 一般 因为作为一个组织的话 对吧 你所有的人对我的组织有不同的理解 然后我不要求我的员工说忍 绝对不可以 那第一时间要进行调查 但是回到我这个层面 我希望是C 就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 我希望一笑了之 但是在执行层面 我希望一定是D 快速处理的 我年轻的时候 我估计我会选择A 会选择A 对 他即使送到了重伤的时候 他仍然选择忍耐 过一段时间再说 说实话 我到这个年龄 我才理解这一刻 所以他的在这点上情商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不严重的情况下 我会选择C 反正无所谓了 对吧 然后如果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有法律上的东西 我可能会找梅老板 这样的专业的律师做咨询 这样吧 我换个话题 有没有哪位老板 曾经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选过第二个 那个春华坦诚点 有没有 还别说我还真没选过B 真没选过 真没选过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呢 只棒莫于自修 因为道人是非者 必为是非之人 长了以后呢 自然知道陈浩这样的人 那就会选B的 我都不搭理你一笑置之 因为这个梅向荣应该听过 其实在很多离婚的官司当中 很多人都选择第二个 明明是自己出轨 为了自证清白 还捏造别人也干过同样的事 是吧 有没有 多不多 是不是 实际上这是人生中最差的一名 肯定有人干 对 对 他为了自证清白嘛 然后灭到对方那些 来三位老师 这个考的是什么制速 肃华从上场之后 表现给我们是 首先朴素 善良 平和 这道题其实 考核的更多的是 你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面对不公待遇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 你是一个更注重组织和谐性的人 我想跟各位老板讲 其实很需要像肃华这样的员工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清华北大去做leader的 一个组织里有一两个就可以了 去冒火花的人 更多的需要是像肃华这样很朴实的很善良的 踏踏实实的在本职工作的 他的意向一个是陈浩总 一个是没笑容美总 其实我建议两位老板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我会珍惜的 就这个问题咱升级一下 你现在是站在一个员工角度上 以你的家庭成长环境 你很有韧性 也比较能够接受一些不公平的事 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leader 你是管理者 你下面的团队出现这样的问题 或者你的下面的团队很不和谐 对吧 每个人之间都有矛盾 你该怎么来管理他们呢 如果是下属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是我肯定不会在团队里面出现这种 不公平的事情的 我会说给那个被污蔑的人一个 就是说查明真相 然后给还他一个清白 那对污蔑他的那个人你做惩罚 这个的话我肯定会依据这个情况而定 如果是小的事情的话 所以你选的是D是吧 如果你是组织的这个领导的话 对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要提醒你的 未来这个题是结合职场来考的 就不要再用生活中你个人的这种感官去来判断 对吧 到了职场里你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判断 这是你需要升级的东西 谢谢 嗯 所以我们可以选了吗 来 第二轮选择去霍雷 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来 从伊斯隆开始 我给你的岗位呢 就是我们企业的管理培训生 未来的输出的方向呢 也可以是行政助理 也可以是总监助理啊 就这样的工作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虽然没有问你 但是我感觉你是一个有责任心 有执行力 也有势于远方 这样一个非常有潜质的优秀的人才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市场推广的助理 那么我希望呢 他在这里给你一个管培生的职位 工作地点是北京 那我希望你未来职场的方向 一个是市场的方向 一个是人力资源的方向 我愿意给你我们福能集团 品课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具体输出方向应该是在市场 或者是你几个部门的总监的助理 你都可以去挑战一下 我认为 我觉得你做管理者的潜质是很突出的 做管理是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要找到最擅长的那个发力点 所以目前我就我的观察 我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联锁 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未来的孵化的方向是做运营管理 好 谢谢 我给到你的职位是我们楼市影社 在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这样一个职位 现在我觉得能适合你的岗位呢 应该是商务拓展部的管理培训生 那它的这个就是成长方向可能是做弊端 就是客户的运营维护 我可以提供两个岗位 一个是银科旅游 我们本身的质量控制部的一个 主管的助理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景区联盟 帮助我们的景区从事运营的管理 活动的一些执行 好 谢谢 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给你的岗位是我们总裁办的管理培训生 这样的岗位非常非常少 然后我们总部的话在成都 灭掉七盏留下两盏 来 谢谢 我很喜欢这样海音 但是不想去唱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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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带我吗 好 是的 你带我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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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舒服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工作地点在上海是吧 抓紧时间 不要 你不要后悔啊 对 没向荣 你就从了吧 五 我是不会凑合一个人才的 四 他亲自带我 三 我也可以亲自带你啊 二 是 一 谢谢 有请梅向荣陈昊谈前不上感情 他们说亲自带你啊 你也信 我相信他们 你相信 有些人话是不能信的 不是这个其实突然我相信 一般小企业没有培训能力的时候 老板带还是比较直接的 来 请揭晓 八千加 六千加 哎呀 差得比较大 你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我的工作内容 还有上升通道 你到我们这儿呢 我们一个叫成品质量控制部 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银科的服务体系 服务标准 最后要在我们产品和服务里落地 这是其中一个职位 是在北京英国旅游这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我们是帮助 我们有一个中国景区联盟 我们是帮助中国的景区 我们通过真人秀 包括互联网 我们给它来进行纵货的运营 到这里面呢 你是做活动的执行 将来也有机会 就是参与到某一个景区 好到它的具体的一些运营啊 管理里面去 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陈总 就我们的这个职业规划分两个线嘛 一般正规企业都是分 管理竞争通道和这个专业竞争通道 我觉得你明显适合管理竞争通道 就是从管单一的这个 这个这个学校到管多个 到管区域到城市啊 这样的一个级别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酬高过于八千的老板 刚才有很多灯都留着 还有谁想再次出价 来挽住这个人才呢 有没有 杨判有没有 有 多少 八千试用期 八千的试用期 好 还有没有 还没有没有更高的价格 有没有 那其实有一万嘛 多秒 把另外旧盏灯灭了 来 杨判说一下 把薪酬加到适用期八千的理由 因为刚刚他来灭我灯的时候就说 其实很喜欢我们企业 但是呢 在成都 所以说觉得远了一些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把薪酬调高一点 你经常可以回家 好 你接下来可以考虑十秒钟 是否愿意 把杨判来代替 这两个男人当中的某一位 好吗 十秒钟 你的答案是 我不要 不用 为什么 我坚持我原来的选择 不错 那个是这样 老美有一个职位 我觉得不太适合你 就是做那个 质量运营的 你骨子里的特征 是有一点偏 叫冲突回避性 那个职位会带有 比较多人际冲突 注意不是能力不行 这个能力没关系 是跟你的人格特质不太吻合 就做那个工作的 愉悦感会降低 然后程浩给那个职位里头呢 就是从管理角度来讲 现在我不能下结论 你的管理潜质 高还是低 我下不了这结论 但是有一点建议给你 如果你要做管理的话 要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面对人际冲突时 你的人格的特质 是不是能支撑住 如果这个坎你能过 这管理道路 我认为是OK的 这坎要过不去 这条路走起来可能会费点劲 这我给你的建议 好吧 好 谢谢 来 十秒钟 银河环球控股 优胜教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 我呢 在之前 也对这家企业进行了了解 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呢 应该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 因为他给我的岗位 也是我比较心意的 所以说呢 我是很满意这次结果的 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我希望从这一次 分离莫属的选择过程中 我以后的路会越走越长 越走越宽阔 欢迎通过五八同城 报名参加本节目 能找工作能招聘 神奇的五八真万能 找工作上五八同城 感谢五八同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五八同城客户端 马上体验万能的五八 在这12年的工作经历里面 期间我创业过很多次啊 比如说KTV X楼 广工公司 然后呢就是投资过厂盘 我在13年到15年 不到两年的时间 亏了大概四个 但是我比较精心自己 相信自己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勇敢进行到下一年 在场的12位老板 三位HL老师 涂雷老师 HL 现场的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叫戴军军 我是湖北人 来自湖北校感市 董勇的故乡 今年32岁 曾经就读于 湖北省景观学院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呢 就是当时没有毕业 没有毕业 后来我就直接就是工作了 我有过12年的工作经历 然后我在这期间 我创业过多次 失败过 失落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相信 只要能够矜持到底 我一定能够成功 今天我来到 那个飞丽莫属的现场 我想求职一份 销售类 管理类的工作 Yes 转角世界 让动向再次高飞 谢谢大家 思敏 这符合演讲要求吗 这有成功学的影子 这 这个演讲是两回事 我觉得 我估计是加油那儿 培训过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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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不算金句啊 影子 哈哈哈 哎 我觉得这我都驾驭不了 不是我平时 为什么要那么用力啊 呃 我觉得 自己想说的 然后自己想表达的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 拿出一点畸形来 不畸形就畸形呗 澎湃 哎 你别那么鸡嘛 哈哈哈 对吧 对对对 你是来自于董勇的顾湘 嗯 对 听说你找了一个七仙女哦 对呀 你在哪儿找的呀 呃 那个 你怎么找到她的呀 那个这个说起来就很简单的 因为我觉得 哎 最好用你用激情的方式说出来 一镜钟情呗 哎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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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蒙了 正好就是旁边有三个女孩 我的一个玩伴呢 就正好认识她们其中一个 她就过去进酒 进了酒之后 我当时就是想来礼貌嘛 呃 你进酒了 我也要去进酒 我我就反过来 你不喝高了吗 还进酒 喝高了 休息了一会儿可以再来 你是为了 你是为了一见钟情去敬的吧 有点这意思 对吧 啊 对呀 刚时当时我就去了 去了就是准杯 我就跟他们三个女孩 一人喝了一杯 还一人喝一杯 对呀 实际上是一个女孩吧 你喝多了 看着像三个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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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怎么样 呃 结果当天我们都喝 我当时喝了很多 然后我朋友参赴了我的时候 那三个女孩要走了 要走的时候 我当时我就急了 你要走 我我我我我肯定要追啊 我追出去就抱着她 不放手 你不给我电话 我就不让她走 你人家又不认识你 你就抱着 你就不耍流氓吗 就是这因为这一点 所以呢 我我我打动了她 然后我 你耍流氓打动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您误解了 呃 因为什么说呢 他看到 因为他因为看到我 喝多了 然后呢就就是 呃 把我拽了一把 然后我就摔在地上了 然后爬起来 我还是拽着她的手 非得让她给我电话号码 给我电话号码 最后呢 她把电话号码洗了我手上 我再松了手 清醒过来之后 我就一直 当天晚上就一直打电话 给她们打 然后我打不通了 打她电话她不接 然后我就打她闺蜜电话 直到她接了电话为止 然后我就约她 然后又电话骚扰 对 就约她嘛 约她我就说 我刚才做的 刚才的举动 我确实不记得了 和当片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是吧 然后我向她道歉 然后我就是顺便呢 就是我说 那这样吧 我就是明天 我接你 请你吃饭吧 对 我然后吃完饭 我正好还来了一曲 就唱歌呗 但是 如果你清醒状态下 你会抱着不撒手 要电话吗 嗯 不会 但是我就是我肯定会 那你这不叫一见钟情啊 你这是酒精在说话驱动你的 您也不能那么说 酒见钟情 当然就是微信里面不是在说吗 啤酒喝了 可以让一个人病得比较优雅的同时 比较情感 比较性感性的 所以就是这一段经历呢 确实让我 让我就是在成长过程中 我非常感激我现在的老婆 因为怎么说 她特别支持我 在年轻人当中呢 我是没有资本 再去折腾下去了 你有 你能喝呀 没有 你是离过一次婚吗 我再喝必须有价值 对不对 你是离过一次婚吗 是 我离过一次婚 这个老婆跟了你多少年了 已经七年了 今年第七年 现在感情好不好 很好 很好 对 但是你之前的方式 真的有点像流氓 撕缠烂打 所以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 年轻朋友不能学习 否则的话 你所得到的肯定是一记耳光 好吧 遇到 如果说遇到真心喜欢的 或者说自己觉得 就是能够走下去的 自己特别特别特别 就是放不下的 我觉得不放手一搏 我觉得自己不遗憾 你这个是属于瞎掰了 为什么 你当初干这事 你都断片了 你根本不知道 对吧 您不知道 就是用快断片 那个时候 看着她在行李 就像七星女一样 行了行了 你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你看准了吗 你也没看准呢 这会儿说我看准了就一定得 怎么样 任何方式都是在接触的漫漫过程当中 彼此了解的 来给你让老婆表白一下 用你激情的方式 老婆非常感激你这么多年 对我的忍让和那个信任 我非常信任的就是取到你为妻 谢谢你 变斯文了啊 行 戴军军今年32岁了 你的工作经历有一段是创业 开洗车房是吧 那个是比较早的 我是那个时候 我只有21岁 我当时我只做了一个季度 我就走了 05年开KTV 对 这是我跟我的几个同学 三个家伙三个人 和我开了一家KTV KTV当时成活了六个月 我们就做不下去了 怎么都这么短命啊 对 当时是我们当时刚刚走出校门没多久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就一起合伙开了 总共投资了19万块钱 KTV一直当时做的时候生意还可以 后来朋友比较多 去嘛就是创门嘛 我们也不好意思 东远单 对对 当时出于一种很懵懂的那种经验方式 正好有一个朋友想过来接手 就转给别人了 上一份工作是在哪里 上一份工作是在广告公司 辞职了吗 辞职啊 辞职的原因是 原因是那个公司歇业了 歇业了 是离现在多久了 大概有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对 你现在生活在哪里 我现在生活在湖北 老婆也在湖北 对 那你今天应聘的话是要求地点 不限 一定在湖北吗 不限 那你跟你老婆不是要分开 没有 这一点上来说 我特别感激我的老婆 因为就是他特别支持我 他说 作为一个男人 你这么多年 是吧 就是做管理也好 就自己创业也好 然后 他愿跟着你了 对 他愿意 那他在湖北有工作吗 没有 我老婆做了最最最最辛苦的一份工作 他帮我带着两个孩子了 你最低心情要求不低于多少 我最低心情要求不低于八千 八千 对 有低于限制吗 没有 没有 走哪儿 老婆跟哪儿 可以 戴金军 从这个职业规划上来讲 你说要八千 因为你之前这个是总经理 九千八 对 因为你最近的工作的收入 一直是在下滑的 这近三份工作 对 对吧 那你又是总经理 然后他倒闭了 你没有总结过什么原因吗 我总结过 就在我们当地 我们是在一个小县城 他一直走传统路线 一直走传统路线 他只做传统广告 我跟他提过很多很多次 也要求过很多 我说我们要走线上路线 或者说跟哪一个合作 他从来不 从来不 等于说就把这个公司 空壳公司丢给我 但是就是 你不是总经理吗 对 你做自媒体这些尝试 没什么投入 你学了吗 你刚才所谓的 你说的线 这个 这个线上路线 我还想知道 你看过什么书 你提建议 你得有理有据 我看过的 就是 在专业知识上 我可能跟很多人 就是说在学校出来的 大学生他们 就是很多人 都比较薄弱于他们 那个陈浩的问题 那个陈浩的问题是说线上 对 你线上的话 你是做了什么工作 你不光提个意见 说那个董事长 那个咱们做线上的吧 那线上的话 你说一下 自媒体还怎么着 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不能这么简单 你总经理因为是 你得有什么 可实施的路径才可以 有啊 当时我跟他提 我说那个 就是当时有很多 那个比如说 像一些 那个商家 做了一些自媒体类似的 比如说跟哪一个 就是线下的一些传统行业 是吧 给他们做一个 那个 比如说你们带有话费的 那种宣传性的 微商传播的这种自媒体 或者说新闻头条 进行推广这样的 不是你这个费用金是零啊 就一个人就行了 就人工成本啊 做就行了嘛 做出来给老板看 那说服老板了 这个有没有做呢 你有没有采取行动 没有采取行动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想出来好好的学一学 因为是怎么说呢 就像我刚才 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说的一样 只要我坚持 我不放弃 我是 稍等 不要再打鸡鞋了 对 不要再打鸡鞋了 所有在这个场上 打鸡鞋 或者是慷慨激昂的那种方式 都是虚的 要说实实在在的 坦说的来说 刚才你那个逻辑 是说不通的 如果你给老板 多次提了这样的建议 你应该是可以先尝试 尝试了以后 老板看到效果 完全可以采纳你的意见 但问题是你没有做 可你的理由是说 因为当时我想出来学一学 学自媒体这些东西 往往是边看边学的 没有谁是真正的高手 现在没有谁是成熟的高手 这个逻辑也不对 他说要出来学学 他直到等着 这公司歇业了 才出来学学 对都说不通嘛 你把他熬倒闭了干嘛 不把您说 这个公司是我跟我爱人注册的 你爱人的号人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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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是我 你就是那个不听建议的老板 对 天哪 你分事多讲啊 我之所以没有说这个 是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在这个之前 我在13014年的时间 就是13014年的时候 我做生意不散 就是自己亏了 亏了亲近我的所有可以说 房卖了 车卖了 然后在广告这一块呢 我就是我想先把它放一放 那你这个上面总经理 这9800的薪酬就不存在了 对啊 你也开不是工作 薪酬你是自己 是一个人自己写的呀 你这个简历 不是 这个不是我自己写的 那9800怎么来的呢 对啊 那怎么开的呢 你不是老板吗 我是老板呀 但是我公司是叫个别人 在打理呀 然后那个人给你开9800 没有变成了别人打理 你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一番话下来三个版本 一开始是自己只是总经理 别人是老板 自己扮演了一个非常 非常直接的一个 觐见的一个大臣 对吧 然后老板不听你的主意 结果歇业 对吧 你成了好人 后来变成了你是老板 你老婆是法人 对吧 现在又变成了什么 怎么一下三个版本呢 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你啊 这个都是真实的 又变成了别人在打理 这个都是真实的我 没有那么多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我没有变了那么多解释 如果不对细节进行深究 只看他的简历 不是总经理就是老板 挺辉煌的 但是所有的问题 都纠结在那个9800 才出了问题 他为什么要说 自己不是老板 为什么非要说 别人在打理 就是想证明这9800 不是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定的 我就值这个价 对吧 就是在应聘过程中 千万不能够就是 太这种有虚荣心 太耍小聪明了 实际上呢 所有老板呢 对他都马上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那就是很可能 他的之前的话 我们就打一个问号 我呢 也给你分享我的观察 做一个就失败一个 所以呢 回去以后 一定要反求助己 从自身原因考虑 考虑为什么失败了 是这次你来求职的 最大的收获 好吗 珍惜自己的好日子吧 珍惜那个跟你七年的妻子吧 珍惜那两个孩子吧 你只要想到他们 你也不应该撒谎 是 第一轮选择去过了 想学习啊 网上免费的课程就很多 真想学习用不到 要找一份工作 让老板给你买单来学习 是 行吧 就这样吧 好 来 从今天开始坦诚地对待 身边所有的人 再见 谢谢 这个可能算我是 给我人是上了一课吧 没事 很简单 做人嘛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失败也好 或者说 面试没有成功也好 或者说 让大家都笑也好 大家乐一乐 也想可以 本栏目由港农蒸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农蒸蛋糕 菲尼莫术 港农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天津卫士光报 手机用天天圈 菲尼莫术圈子 专属体验全新升级 为您解决职场大问题 节目信息 请关注 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我就是一个农民 草哥导演 拍了有无论部电影吧 有几个微电影 拍电影 做导演 是我二世至今的梦想 所以呢 我今天来到了 菲尼莫术舞台 来实现梦想 寻找伯乐 李立涛男35岁河北人 初中毕业 大家好 我是农民导演李立涛 来自河北邢台宁静县 拍电影 做导演 是我二世至今的梦想和理想 所以呢 就利用月月时间 拍了五六部土电影 数万人观看 媒体 还有这个报社 都来采访了 在当地 我成了家义户晓的明星 但 这不是我追求的目标 我需要更大的舞台 所以呢 我今天来到了 菲尼莫术舞台 寻找我的伯乐 我要拍大片 做大导演 所以今天 我要寻求的 寻求的职位是导演 和导演相关的职位 谢谢大家 你好 你想当多大的导演 张艺谋 陈凯歌那样的 慢慢来吧 我觉得有可能 很有可能吧 那你现在 你拍电影的 这个资金是从哪来 资金是 一开始 我自己投了一步 自己 还有这个 我找了 当片的吧 就是那个村子的 一些企业 我和他们恰谈 然后他们 赞助了一些 那你现在 除了拍电影 你还干别的吗 现在是做这个 铝合金门窗 现在还有 有有有 还有实验在做 目工淘汰 目工干了 差不多有七八年 还好你别的还干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孩子吧 有两个呢 他们都支持你拍电影吗 孩子不知道 孩子还小吧 媳妇支持吗 媳妇 说实话 一开始支持 后来 就不支持了 一开始支持 一开始他觉得 挺爱艺术 这个挺好 是吧 后来为什么不支持了 后来花钱了 前后投了多少钱 差不多 这几部片下来 投了有 二十多万吧 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是你 总体财产的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六十 差不多吧 百分之六十 那有回报吗 卖门票吗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也就白投了 二十多万 你下去了 对 是吧 我听说你还自个儿 做摇臂是吧 是的 就这个 就这个是吧 这个摇臂 你都能做这个呢 我虽然做的 没有他们专业 但是基本的效能 能用 能用 我能达到 你怎么做呢 我用这个 就是贴的方管 我从汉工嘛 我自己汉着这个 我说摇臂是六米的 有六米的 有三米的 行 大型小型的都有 可以 我带来照片 可以 看一下 这是你做的摇臂是吧 对 对对对 那杆怎么那么细呢 那掉下来会打死人呢 我摄像机没那么沉吧 刚刚他说了姚碧 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可以自己焊接姚碧 首先有伟大的梦想 这是啥意思啊 这是我拍这个 《喇无弹传奇》的剧组的成员 那都是演员吗 都是我们村的 有那片的嘛 这是所有的演员 在一起鼓劲 对 是吧 都是一些爱好者 对 是吧 有专业演员吗 没有 没有 你自己在里面 串个角色吗 也串过 你串 实在演员 不实在演员 球的时候 你串过啥角色 有时候当主角 有时候当个配角 让我们看看 你的演技 要不要有人搭戏 要有人搭戏吗 需要一个 找一女生还是男生 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找个女生吧 好吧 我们找周思敏好吧 周思敏 可以吗 可以吗 老师 可以吧 你演警察 我演小偷 他演什么 他演那个小偷的 小偷的夫人 有那么一个情节 有那么一个情节 小偷被抓了 小偷被抓了 她夫人来了 我们先听导演说一下戏 说一下戏 是这么个 这个戏是这么的 拿出导演的架势来 你现在是导演 对对 要有导演的架势 我们俩是演员 我是现场制片 你是小偷 我是现场制片 哪里 我是听戏 这部戏是什么 他有这么个人 打工回来 挣了八千块钱 回来 放在家里了 让小偷给偷了 小偷偷了 实际上 他就是说 这个钱是假的 假钞 假钞 谁偷了也不知道 在那个区子里 就不讲 就讲这个 就是说这一节吧 就是说 把这个你丈夫 我丈夫 就是说 捉走了 不捉走了 警察把这个小偷抓走了 还选了 把他抓走了 我来家搜查证据 你是警察 对 我是警察 你很不满意 他已经抓走了 你来搜查证据 在屋子里 我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 他就像一个 内心有内容 但是不敢于表达 所以我觉得 他像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因此他让我去演这个 小偷的夫人 我就想说 你这样 懦懦的警察 那我肯定要像婆妇一样 准备 各机位 准备 准备 开始 开始 你谁呀 谁呀 你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配合什么 请问我老公怎么了 配合什么呀 请你不要这样 你什么工作 你什么工作 你谁呀 请问你谁呀 谁呀 我是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 拿证件给我看看 随便进入我们家 我告诉你 我告你知道吧 我有一个律师 叫梅向荣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的工作 工作 什么工作 你的丈夫他已经犯罪了 这是 犯什么罪了 他 他已经偷了钱了 已经找到证据 偷什么钱了 你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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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不跟你说这个 请你配合我的工作 配合什么工作 你要我做什么 说话 说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那你要我怎样 怎么办呀 你跑什么呀 不是 你别跳戏呀 就是啊 你要投入 你哪向进场 你哪向警察 导演你是个小偷的吧 你不像警察 你像小偷 我就是 气场太强了 这个老师 你像小偷 我觉得你很出台 哎呀 这段 我觉得 我都不好意思 真的很不好意思 不过最后他还赞美了我 我不知道这个赞美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总之是赞美 我很开心 对 所以说其实你认为 其实你已经到了专业做导演和导演助理的水平吗 没有呢 我觉得还需要差一点距离 但是我在我那边做这个本土电影 我觉得已经超 不是说超越吧 在那边已经出这个了 所以你今天来应聘的就是想做导演和导演 想做导演 得到更大舞台去学习更多专业的知识 吕合金门窗不干了 吕合金家里有人干了 屋里有两个人的 但我们这儿导演和导演助理的企业很少 暴风影影应该找 暴风影影应该找 楼市集团 楼市集团 你又没有带剪辑的一些小片段来 带了一个视频 来给他放一下 放一下他的作品 他倒下去的时候是笑着的 怎么跑那么慢 就这么一个片段 就这一个片段吧 我跟你说句很残酷的话 说完了 就是一些爱好者用iPhone拍的 都比你拍的好 对我也觉得远远不如一般的爱好者 另外其实我认为 他的这种爱好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尤其是他动手做那些器材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行为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来应聘 就要拿硬功夫来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 就是六七千吧 到底多少 不低于多少 不低于七千吧 不低于七千 有地域的限制吗 没有 没有地域限制 只有能够发展的空间 就一定要与导演和导演助理相关 对 其他的不考虑 对 做演员呢 如果说能够实现导演梦的话 也可以牺牲一些 去做就做 牺牲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可以了 我也不会 他是什么水平你也清楚 他是一个狂热的电影爱好者 他一上来就食操 是因为他有点钱 然后正好呢 周围可能也有感兴趣的人 对他有一定的景仰之情 觉得他有魄力 拿家庭当中60%的财产拿来拍片 那村里人也就乐得看一热闹 但之所以这种电影到底有多少的含金量 其实专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们鼓励很多农村朋友 在自己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同时 在致富的同时 有一些业余的爱好 但是如果把他当成一种自己的饭碗的话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专业制作在哪 你说呢 别到了最后钱也花了 老婆又埋怨了 结果出不了什么作品 如果你真把他当职业 你就好好去学一学 学一学饮食作品的制作 对不对 好不好 我今天来就是干这事 是是 那我就看谁愿意给你这样的机会吧 立涛就是 有一句话应该听过这两年很火 马云说的 人还是要有梦想 万一实现了呢 这句话呢 听起来没错 但它有个前提 这事呢 是在你靠谱的这条路上 拍电影这事也干了 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是这样吧 从事实证明来讲 你不适合这条道路 就是如果再坚持 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刚涂雷讲的是对 你把当成一个爱好 而且这个爱好 别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和人际交往 我也觉得做铝合金门窗 真的挺适合你的 看着就很憨厚 感觉质量应该不错 他那姚毕都能喊出 做成品牌还可以上我们亚唐 对 来吧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我们有数次的情况下 特别喜欢这种红色 以前不喜欢那红色 因为代表求职者没机会 但今天大家亮红色 是希望你好好会去 做自己擅长的事 为你老婆和孩子考虑 谢谢 你有点闲钱 一年花个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收录 拍点自己喜欢的 老了以后看一看 或者大家伙跟着乐一乐 没问题 或者拍拍你们村里边 一些喜庆事 对吧 都挺好 我建议啊 暴风引营啊 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实习岗位 你们拍片的时候 都可以跟着过去看 你可以来参与 对 也不算实习 你可以送最基本的这些活 你可以去看看 也帮我们看一些这个架子 是 也挺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啊 回去好好干 再见 再见 没有 再见 没有真材实料 是不行的 到哪里也应兵不到工作 面对老板们的质疑 我觉得我还要搞我的图电影 它一定能活起来 非女莫属 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 非女莫属 港容真蛋糕 好吃不上火 报名非女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邮箱 非女莫属的全评 2010 H126 我们下期简历不见不见